非常順利我們的行動 那我們先來邀請他 花葉兒 大家好 我是市議員藝術協會 我母親 今天雖然是文資的議題 但是作為一個藝文工作者 我們長期關心這個城市的文化藝術議題 所以我們當然 其實這些很多都是我們上期一起關注並聲援的 文化資產團體的一部伴 然後剛剛其實有講到 最近倪崇華在市府任內的位置 其實因為就我自己的一些朋友圈 其實是在各市府裡面 或者是過去曾經在他的競選團隊幕僚裡工作的 所以就我的消息來講 的確這是真的 就是倪崇華自從中正橋指定歷史建築 那一件事情其實他的處理方式 因為那一件事情被科匹 有點頂到黑名單 這件事情的確是因為那一件事情 那那件事情 其實諷刺的是那一件事情就是 一個文化資產的議題 那從此之後其實 你可以發現從那件事情之後 他幾乎再也不會接觸任何文化資產的議題 然後更不用講互數 互數現在其實不是文化局的業務 這相當悲哀 所以就是文化局慢慢的所有 跟人文深度歷史有關的議題都逐漸的在 他原來應該是文化局很重要的任務導向裡面 被移除掉 這其實是相當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與其說 尼崇華在他的任內 他沒辦法 我覺得大家就是除了 雖然他一開始上任的爭議 從民選事件 但是到後來其實所有的文化團體工作者 其實都還是在期待他有所作為 但是其實現在反映了很多 總統市政顯示 其實應該說整個科市府 對整個文化局文化政策的大方向 其實是相當末時的 然後再加上某些 就是就他的議題性來講 他不如可能那些 直接打擊大財團造成的旋風 對他有一些隱形的效益 但是我覺得 在此再度呼籲柯文哲市府 其實去年在您競選當中 其實這些所有草根的文化工作者 文字團體其實都是相當相當支持你 而你上任至今半年 你的市府團隊這樣子如此的對待所有文化資產意義 相信這件事情 您除了就是說 藉由打擊財團的一些 答案來獲取民生去維持你的信譽之外 希望你能夠真正的回到一些重要的在地文化的意義 謝謝 好 我們來喊個口號 文資老術最重要 文資老術最重要 開發二零快退散 開發二零快退散 文資老術最重要 文資老術最重要 開發二零快退散 開發二零快退散 好 我們這個是要喊給來到現場 聽說我們文化局有官員來到現場是不是 落跑了嗎 是 是 呃 你